现在让我们有请来自新加坡的陈彩文同修与我们分享 患有红斑狼疮的陈同修在修习心灵法门之后 病情迅速好转身体显著恢复 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那么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感恩那么大慈大悲尊敬的陈台长 以及各位尊敬的同修们大家好 今天很高兴能够站在台上和大家分享 我接触了心灵法门的一些亲身体会和感缘 以前的我是一个很沉默不多话的一个女孩 不喜欢与人家分享喜怒哀乐的一个人 凡是喜欢把所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收藏在心里的一个人 我是一个执着固执以及不为其他人着想的一个女孩 我本人在新加坡工作 就在2008年的2月份回去马来西亚休假的第二天 早上一睡醒发现全身都浮肿 感觉很害怕 家人告诉我是水土不服 可能过几天就会消肿 母亲还煮了姜水给我喝 几天过去了 服肿还没有消失 就去看医生 经过医生的检验 诊断出我得了一个稀有的疾病 红邦性蓝肠 当时我的心情如晴天霹雳 很苦恼 不知如何是好 而且很愤怒 觉得自己怎么这么不幸运 这种疾病怎么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 回来新加坡之后就到成都生医院看病 从此我就反复进出医院复诊 一年复一年病情没有改善 在服侍药物的时候 头发一天一天的脱落 身体经常会否种 病情反反复复 就是每天吃药物 药物价钱不肥 幸好有家人的经济支持才可以维持到今天 在去年的五月份 我从新加坡回来的第二天 妹妹让我决言到心灵法门 她告诉我有关心灵法门的神奇故事 开始感觉真的有这么的一个法门吗 可以抑制我的病情 之后她带我去见了卢台长的弟子 宋奇和同修 她让我了解到这个法门的好处 以及她自己亲身体会的事情 我听了很惊讶 难以相信 她让我知道如何通过念经 烧想房子来医治病情 我听了之后很感兴趣 也想认识这个法门 希望自己的病情可以快点好起来 五月十二日我开始做功课 刚开始念经的时候 感觉很辛苦也很吃力 因为经很长很难念 但是也没有想放弃的念头 就是希望念经可以让自己的病快点好 五月二十四日开始做小房子 每天一制两张 在六月十七日我去复诊 医生说我的病情开始有好转 医生也很惊讶 自己感觉很兴奋 奇迹出现了 我知道一定是观世音菩萨保佑我 以及我做小房子的原因 在七月也就是华人的诡诀 感觉自己每天在做小房子的时候 全身酸痛无力 有一天真的很辛苦 念了一半的小房子 就拨了一个电话给妹妹 告诉她我的情况 她就向宋奇和同修求助 她说七月份零星都出来了 知道自己在做小房子 就围绕在您的身边 希望您尽快把小房子烧给他们 她还告诉我 可以做多少的小房子就做多少 直到七月份完为止 我也就听了她的吩咐 记得在八月的某一个晚上 在梦里听见自己念大悲咒 而且一直的在念 第二天早上 拨了一个电话给妹妹 她告诉我是好事 菩萨在为您加持 九月份我又回去复诊了 医生告诉我 病情有七十八仙进步 十二月份回去复诊 医生告诉我 我的肾已经完全康复了 病情好转了八十八仙 我知道这一切都是 菩萨的加持以及保佑 到今天为止 总共念了四百多张小房子 现在的我不再像以前了 现在的我智慧开了 头脑清醒了 懂得体谅人家的感觉 感觉自己开朗了 也踏实了 病情又好转了 我想这都是菩萨的保佑 自从进了心灵法门 感觉不一样了 感觉到身体越来越好 心情越来越好 做事情越来越顺利了 让我更开心的是 我的母亲姐姐妹妹也念起经来了 同时也要感谢我的家人 以及宋奇和同修在旁的支持我 鼓励我 让我更深地去了解心灵法门 我觉得进入这个法门 不但可以改变一个人 也教会了我许多东西 我真的感谢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以及慈悲的卢台长的帮助 我会好好修行念佛 珍惜现在的一切 也感谢在座的同胞们 抽出宝贵的时间 一起来到卢台长的心灵法会 获取知识 在此感谢那么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以及慈悲的卢台长 感恩谢谢 在此趁这个机会 祝大家妇女爵快乐 感恩我的母亲姐姐 还有姐夫 我的妹妹也到了现场听我的发言 感谢